读物博主好久都没有给大家录读书报告了 二三月份我算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吧 因为我妈来了嘛 然后每天陪陪她 我们出去吃吃逛逛 还有她给我做非常丰盛好吃的早餐晚餐 二三月份呢也看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电影 拼了拼图 当然也看了很多很喜欢的书 基本上我这支视频里有好几本书都可以入围我的年度最爱了 超级喜欢 然后把它们分享给大家 我第一本最想介绍的就是我上一次开箱买的这个书 迫不及待就把它读了 就是增下点子的咬一口招和回忆 因为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 我的每只Vlog里必有的就是美食板块 然后长大了我还是非常喜欢看中华小当家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最治愈类的书籍其实是下饭书 然后这本呢就是讲她回忆的一些昭和时代的美食 然后每一张呢就是一道美食 我觉得增下点子就是也是一个真吃货 看着她里面的词句就会有一种身心极度愉悦 特别享受的那种感觉 就是她是真心的就带着喜爱热爱去描述她的每一道美食的 我给大家找一个 找一个我很种草的菜 就是我自己想试着做的 混在土豆泥中的小黄瓜薄片 咬起来清脆爽口 水煮胡萝卜的甜味则感觉很有营养 混在柔软的土豆泥里 看不出差别的洋葱薄片 也带有独特的刺激香气 咬起来还会发出沙哩沙哩的声音 苹果爽口 且带有酸酸甜甜的香味 切丝火腿的美味一散发出来 带有自然温柔甘甜的黏黏白泥 沾满了这些食材 一口咽下去后 留下恰到好处的盐分 胡椒的香气 以及蛋黄酱的酸味 这个这么丰盛的食材 是一个土豆酱沙拉 然后她妈妈会把那个切片面包上 先涂上一点奶油 再把土豆沙拉涂上去 然后再扣上一个切片面包 一切就是一个食材非常饱满 口感特别丰富的土豆泥三明治 这个超级中炒 而且感觉应该比较好做 我应该会试咽一下子的 又忍不住咽口水了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是把它当作睡前书来看的 就是每天晚上我必须要读几个小故事 然后一定要读到一个我觉得是当天晚上读到的里面最美味的一个 然后我就可以心满意足的去睡觉了 然后我躺下之后还会咀嚼回味一下里面那个 对于食材描写的词句 就是感觉超级满足 因为她在这里面描述了一个小片段嘛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 就是她妈妈给了她一块蜂蜜长期蛋糕 就给她切了薄薄一片 让她尝 然后她妈妈就去忙别的事了 她尝完了之后觉得太好吃了 然后自己忍不住偷偷跑到厨房里 又切了一片吃 然后吃了之后还想吃 又切又切 最后就是那个蛋糕已经所剩无几了 然后她形容自己的状态 就像是一个蜜蜂掉进了蜂蜜罐子里那种感觉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这种 这种陶醉 迷醉在这个这些日式美食里的这种感觉 我之所以敢敢把这本书当做我的睡前书来看 还是要感谢我的母亲大人美丽的李女士 对本日视频的赞助 如果没有她辛勤的喂养我的话 我怎么敢大晚上的看下饭书做死 然后我二三月份读了我非常喜欢的 爱豆阿婆的两本书 是来自两个它的经典系列 一个是汤米塔蓬斯系列的桑苏西莱克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这本书呢就是这个汤米塔蓬斯系列的第二本书 也是我读到的第二本 我就是按照时间线的顺序来读的这一系列嘛 第一本书就是汤米和塔蓬斯两个人还没有谈恋爱 是恋人未满那种小粉红状态 然后一起去捉间谍冒险的故事 然后等到第二本桑苏西莱克的时候 是在二战期间 他们两个已经人到中年 他们两个的女儿儿子都已经到了那种 和别人恋人未满小粉红去抓间谍的状态了 但是我觉得侦探小说 从来都不会因为主角的年龄而变老 就失去魅力 反而是越老越有味道了 这本呢主要讲的就是在二战期间 他们两个呢都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处于无业状态 然后情报组织呢就找到了这个男主角 希望他能参与到一个那个侦查间谍的工作中去 但是必须要瞒着女主塔蓬斯 所以呢就是男主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 桑苏西的像疗养院一样的一个地方 算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嘛 在这里面找间谍然后接下来我就不能讲了 因为这个故事真的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各种反转 嗯一气呵成看下去会非常的爽 然后说到谍战国内也有很多优秀的谍战的作品 国外也有很多可能他们都走的是比较严酷冷军的风格 如果你喜欢那个类型的谍战的话 这部会让你觉得非常不一样 因为阿婆的谍战嘛就是带着他那种特有的英伦主妇的下午茶风 就有一种很调皮的卖萌的就是抖小机灵的那种 其实我说这个书里面充满了反转嘛 但是每一个反转都被我猜到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设置比较好猜 还是说我现在段位越来越高了特别厉害 即使能猜到也会很有成就感 然后觉得这次没有输给阿婆 嗯然后这个月我还读了一本阿婆的经典的系列 马普尔小姐的黑麦奇案 嗯这本书我觉得它的简介写的非常的好 大概就是简介是这样写的 就是百万富翁被发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猝死 口袋里放着黑麦 然后他美丽的妻子呢也被发现死在了客厅里 刚好咬了一口涂了蜂蜜的面包 接下来丧命的是他们的女佣死的时候 鼻子上还夹着一个晒衣夹子 然后马普尔小姐发现 原来这三桩谋杀案都来自于一手童谣 本来连环谋杀案 童谣谋杀案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紧张刺激 而且觉得凶手冷酷无情非常残忍的那种感觉 很有恐怖紧张的氛围 但是呢我就觉得看这个姐姐之后 可能对这本书的期望值太高了 反而觉得他剧情有点拖沓 其实在第一个百万富翁死在他的办公室之后 到他的太太死中间呢 充斥了大量的调查 还有线索啊对话什么的 就是把这个节奏整个怠慢了 我是希望这个人就像我刚才叙述的一样 不断的死然后制造一种非常紧张悬疑的一种紧迫感 我觉得这本书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好看了呢 就是从马托尔小姐出场的时候 它是以一个就相当于复仇女神的身份一样出现的 然后他只是在后几章嘛 断起案来特别的干脆凌厉 就是贼帅 看起来会很过瘾 而且他这个小说里 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他的结尾了吧 特别的有余味 可以说是我读过的阿婆的小说里 结尾会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本 像比如之前的五只小猪还有帷幕 这些结尾都是很棒的 然后这本呢也不差 但是凶手又是被我猜到了 完了我已经膨胀了真的 接下来我就是要隆重的 重重之重的介绍这本书 包法利夫人 我觉得这本书 它绝对可以入围我年度最爱的外国文学 写的真的太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佛罗拜她是不是一个处女座 我觉得她对于那个词句的考究 真的是到了完美的那个境界 所以说我读这本书的过程 我觉得很享受 就好像是在看一件非常精美的奢侈品一样 整本书都像散文诗一样 它只是通过一些短词的排列 来形成一种非常有层次的意象的美感 不论是看上去还是读起来 就会特别有韵律感 我们的包法利先生 他从头到尾都是特别的爱包法利夫人的 这段呢是他们新婚的时候 非常享受这个新婚的甜蜜 他在欣赏他的妻子的这样一段表现 早晨并排躺在枕头上 睡帽的花边扮演着他的脸 露出的脸颊被阳光染成了金黄色 他凝神望着那上面的寒毛 挨得这么近看 他的眼睛显得特别大 尤其是在他刚醒来 一脸眨上好几灰眼睛的那会儿 他的眸子在暗处看是黑的 在亮处看是深蓝的 而且仿佛有很多层次的色色变化 愈往里 愈深 愈浓 靠近表面就又浅又亮 他的目光消融在这对眼眸的深处 在那儿看见自己的一个 其间的缩影 头上包着薄仇的不怕 趁衣领口敞开着 他不只是擅长这种 由人物内心观感而带来的 外部的细节描写 他还非常擅长写群戏 就比如包法利先生和包法利夫人 两个人刚刚搬到了一个新的小镇 然后他和他们周边的邻居 坐在一起聊天 五六个年轻人之间 他既要通过他们的对话描写 交代出这个他们新来的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有什么样的背景环境 还要通过每个人的语言 去让大家大致就看出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还要通过这个语言描写 让读者发现 这其中有一对青年男女 已经互相看对眼了 暗生情愫 而且提到群戏嘛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超经典的名场面 就是他花了一整张来描写的 这个农博会 简直就像交响乐一般 就是既可以听到被拉过来的声处的闷闷的叫声 又可以听到台上的政治家在慷慨陈词 这期间还穿插夹杂的恋人的窃窃私语 就是整个一个宏大的场面里 每个人都在干着自己的事情 一整张的描写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精彩 然后场面调度能力实在是超强 它里面还有一段非常经典的 有关于开车的戏 是真的开车哦 因为开车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方便戏讲了 它没有一词一句去正面的描写这件事 全部都通过外界的一些 侧面的烘托吧 把整个氛围就是你能感觉到那种爆棚的荷尔蒙 那种激情澎湃的就像是波涛汹游 惊涛拍案一般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之前了解弗洛拜都是通过毛母的那本 巨匠与杰作里面关于他的妈宝啊的一些叙述什么的 这次真的是看了包法利夫人之后 对弗洛拜 膜拜 大神 五铁头地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这本大型真香宝树 我的一个超大超长的草单 这个闪回电影简石 其实我读这个书的过程是一边看一边就把里面的要点整理下来 整理成笔记 它呢是从电影开始诞生的1908年开始 以美食年为一个年代章节 一张去写美国电影 一张写世界电影 就这样 从1908年一直写到2000年以后 其实我在学生时代特别爱看电影 也看了比较多的电影 当时就是有涉及各个年代的电影 我都有看 所以这次看这个书的时候 是有一种复习的感觉 就是帮助自己加深强化一下曾经的记忆 因为毕竟我觉得随着年岁渐长 好多事情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就像前一阵我看那个 五迪爱论的傻瓜大闹科学城 我就是 浸浸有味的整个看完了之后去点评 然后发现我居然 看过这部电影 好像在12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 五六年前看过 而且当时不仅是打了风 还写了评论 还写了觉得这部戏的结尾 很有摩登时代的味道 这说我一点意向都没有了 重新看一下这本书 还是有助于梳理一下 整个电影年代的知识体系吧 当然也是种草了特别特别多的电影 估计我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完成这份草单 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说的是 这本书就是高木侄子的两个人的头两年 是的之前一个人去旅行 一个人吃美食 一个人住的高木侄子 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而且非常幸福的生活下去 这里面就记录的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头两年 我感觉我就是全程以母校看完的这本书 因为是也是看了高木侄子的很多书了 算是陪他一路走来吧 看到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伴医生的人 然后怀孕 有了自己的宝宝 出为人母 就整个过程特别感动 就会真心的希望他可以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这本书也是特别有爱 特别治愈的一本书 然后这个月我还看了一本 沙拉沃特斯的维多利亚三部曲的其中一部 清甜丝绒 我之前了解它呢 都是通过BBC的那个直降情条 还有韩国的那个小姐来的 直降情条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整个拍的特别的美 而且还几度反转 就看得特别精彩 那么之后的小姐们啊 我觉得调赞玉她在影像上的那种冲击力呀 还有她的题材选择 一向都是比较英语变态的嘛 然后也挺有风格化的 还算是好看吧 但是我更喜欢那个英伦含蓄版本的那个直降情条 所以呢我对沙拉沃特斯的小说还是比较期待的 这本小说的开头部分 主角Nancy 她的父母呢就经营一个像类似于海鲜小酒馆 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挖母粒 那段挖母粒的描写舞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 就开头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亮眼 但是就是接下来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的故事虽然是非常的几经波折吧 是的确是很会写故事 几段情识也都很出彩 但是我就觉得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水分有点大 就觉得还可以再拧的干一点点 本来呢我是上周想去那个箭头书局 他世纪文景举办了一个活动就是邀请了 我很喜欢的艺者学者包惠仪和另一个作家叫郭玉杰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谈 关于莎拉沃特斯包括那个时代的英国女性的传统的写作手法什么的 我觉得我现在周末排的越来越满了嘛 所以我就没有去到现场 我是在微博上看的直播的 首先呢他们两个都认为就是沙拉沃特斯是非常适合 以维多利亚时期为背景来展开小说的故事情节的 就是说在一个越固定的空间背景之下呢 他反而写作越自由 就是有点带着手铐跳舞的那种感觉 他曾经有尝试过一些更宏大的作品的背景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力度从心 他的小说是比较有侦探小说的色彩的 虽然我在这部《青铁丝隆》里没有看到 但是确实我在看直降情调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的 还有就是他的小说里会涉及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阴暗面 比如说灵媒以及对于梦境和死亡的着迷 这些都可以在他的小说里看到 包括就是这部《青铁丝隆》里的那种类似于这样 《男装丽人》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符号 还有就是因为莎拉沃特斯她是女童的身份嘛 她写的爱情故事也几乎都是女童的故事 当然整个对谈的过程中我还是特别佩服 包括于她对于这个英国文学的脉络上 如属家珍一般的侃侃而谈 超级佩服的 虽然我对于莎拉沃特斯还是没有那么喜欢 然后我这个月还读了一个我们国内作家陆内 她写的《慈悲》是一部当代小说 就算很多当代小说一样 她还是选取了作家们非常偏爱于琢磨的那个 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 把那一整段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整个时代背景下 完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他的写这整个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小说 总归会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就产生一个断裂 然后之后的内容就变得急转直下 和前面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这一部就没有 它的节奏是非常均匀的 它讲的就是个男主角水生 他在这个本分场里工作的这五十年里 经历的一个世事变迁吧 我觉得看的过程中就会有在看于华作品的感觉 就是用很冷静克制的语言去写生老病死 那种世事变迁 而且里面的情节也有很多很虐的 但是它是那种悲喜交加的 就是当你觉得已经到了谷底的时候 整个人物的走势就开始上扬了 又能看见光明和希望了 一切都朝着比较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但是你刚有这种念头的时候 又一猛子扎到了谷底 就是整个人的心情 就随着这个人物 他的生活变化齐齐复复 像坐过山车一样 他里面的一个主题是里面曾经出现的一句话叫做 每个人都是挣扎着活下来的 通过这个小说的题目慈悲 你应该能感觉到整本书里传达出来的就是对于这种 造化弄人啊 世世沧桑的这种变化的一种情感态度吧 有一点像我之前看的那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那种 整个土耳其人民都有了一种呼仇情节 我觉得是有类似共通的感觉的 它的语言描写是很简洁的 里面也不乏一些非常幽默的生动的句子 比如说我找一个 我接下来要读的这段描写就是 厂里的工人们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一个小人吧 他上位当上了官以后 他们对他的一个态度 这个注目里就像个屁 溜到了肛门口 人们必须待探前方 脸部肌肉僵硬的停顿一下 才能把尊敬释放出来 语言很犀利很幽默 如果你对那个时代感兴趣 也想看一些我们国内的比较优秀的作品的话呢 就推荐大家来看这部 以上呢就是我这个月的读书报告了 这个月看到了好多我很喜欢的书 然后这些书我们就在年度最爱里再见了 不知道你们二三月份都看了哪些书啊 欢迎弹幕评论来分享给我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爱心三连机 对我支持鼓励一下 谢谢 我们就下一支视频见啦 希望大家每天都元气满满 拜拜 那你可以一开哦 一开点一开 怎么还到一开 而且说到这种群戏 就是整个 我的天哪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在小区里这样鸣笛 我今天没有戴耳环 我忘记戴耳环了 我才没有戴耳环 我能帮大家不再带走 然后再来 我 conclude 我没有戴耳环 我刚好 你没戴耳环